今天十月,香港演员设施曼回到了祖辈的故乡 广东珠海,探亲季祖 又逢最近TVB终于再出了一部 出港剧圈的出圈热剧 因此紧急加更一期港台主席图件 本期主题是TVB的新剧 新闻女王的主演 按祖辈来讲 香港大部分人都是广东各地后裔 奢侍曼,籍贯写的是广东中山 实际在今天的珠海境内 包括今天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老乡山县 本就是一个大桥乡 从东南亚到拉美 乡山及华侨华裔遍布世界 也同时是香港和澳门同胞的主要祖辑地之一 历史上他的家族1945年迁港 奢侍曼是家族在港的第三代 其祖父奢侍曾在家乡唐家湾 关唐村新办平民一学 阿奢97年港姐季军出道 本剧的女一号 饰演的是金牌女主播 文慧欣 曼杰 她的新闻业务能力卓越 行事做风手段 雷厉风行 也是电视台内部文家军派系的大姐大 和阿奢打对手戏的男一 马国敏 我目前看下来他俩是没有感情戏的 先介绍一下他的角色 饰演的是曼杰昔日的徒弟兼今日的四弟 同样具备非常过硬的新闻业务能力 但长期以来有一些迷失自我 将精力放在与曼杰的内斗 以及如何为自己牟利执掌 马明本人是潮州族籍 广东三大名系之一 香港常见机关 如今香港至少有70万的潮州府机关后裔 占港人数量的十分之一 虽然后裔大多转讲粤语白话 但是还是知道一些词的 比如说嘎吉南表示自己人 九龙城 关塘 黄大仙 都是早期潮州人在港聚居地 马明家乡潮州也是一个老牌的大侨奖 后裔主要分布在东南亚 尤其在泰国柬埔寨 是当地华人当中的最大机关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也都是当地华社的主要机关之一 虽然说杨子雄上次拿了奥斯卡之后 马国敏放假 但此马国敏非比马国敏 马敏和马来西亚没有关系 但他跟加拿大有关系 他有加拿大的侨居背景 初三的时候去了加拿大 25岁回流香港 第三个说一下李世华 我其实还蛮喜欢他的 去年的时候我在干他的 《经销大厦2》 这次他演的是 隐隐有本剧女二地位的角色 娟嘎颖 马国敏的角色是他的前男友 他在电视台当中 既不属于文家军 也不属于左智党 他是中立派第三派 对于探求新闻真相 有着令人动容的热忱 不过在大势之下 他其实也难以独善其身 后来在大老板 掌埋人方泰的支持 与怂恿之下 或许也是为了 真正实现自我理想 也逐渐加入了这场权力游戏 根据《武器百科》粤语版 祖籍广东 清远 粤北地区 跟上面讲的马国敏一样 他也有加拿大侨居背景 7岁 到了多伦多 22岁 回流香港 参选港写出道 而且除了TV之外 我发现他居然还演过加拿大的本地电视剧 兴兴菜的 南京是吃很少的虾 那是南京 那是南京 你还认识南京吗 是 你来说一句听话 你们靠谈 你来扭一下 我的精神没有 噴了这两尖元 我上次想浸泡眼睛 我还想浸泡眼睛 我还想浸泡眼睛 你真的明白吗 我知道 你很少见到南京人 对 在街上看到 我很想去搭爹 我跟他们聊聊天 我觉得很开心 见到同乡 对 男生见到你更开心 高海宁 高林 在本剧当中也是一个重要角色 其实他本人的背景呢 会稍稍复杂一丢丢 他出生在南京 母亲是南京人 在南京长到13岁之后去港 小时候原本是姓沈的 沈这个姓就非常的江浙湖了 除了因为他是TVB演员 这一身份给他带来的香港滤镜之外呢 因为其父亲本来就是香港人 所以虽然不在香港出生长大 但是仍可视为香港人 和咱们以前讲过的邓子祺 其实情况差不多 香港人 追根溯源 其父亲呢 也是潮州系香港人 他在这部戏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左智党的 是马国民下面的得力干将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剧里面分角色 分山头 怎么还看 籍贯啊 他俩不就是潮州帮吗 许诗琴这个角色呢 其实是又冷静又冷血的 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不论是在新闻播到的业务过程当中 还是在电视台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 都可以表现得非常不择手段 不限于打击竞争者 背叛师傅和同伴等等 但他的心底里呢 似乎还有一丝是留给父亲的温柔 还有我觉得高海宁这个长相的 和同为潮汕系香港人的 杨千花 郑秀文 还有新加坡潮汕人 虽然自他们的中庭部分都有点点像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潮州女仔的一个面部特征 所以高海宁他既是蓝静人 也是香港人 同时呢也可以说是九刷狼 最后一位非常值得一提的本剧角色 是年纪六十的童年女神 龚慈恩 在剧中饰演的是电视台长辈人 方台 在他慈眉善目的形象背后 是掌控电视台 平衡内部各个派系 时而老练 时而成文的手腕 谁也捉摸不透他究竟是一个水有多深的人 根据粤语版维基百科 龚慈恩是福建祖籍 那福建呢是香港地区历史悠久的籍贯来源 二战之前就有福建人抵港 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的新移民来自福建 一直都是香港仅次于广东的第二大神迹 占今天香港人籍贯的六分之一 在北角呢有一间叫做福建中学 此外除了直接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之外 还有许多呢是经历了东南亚动荡之后 逃到香港的华侨 许多呢也是福建人 比如说第一个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香港人 张明明 他的父母都是东南亚华侨 祖籍都是福建 讲到目前的五位还是很符合香港人里面的主流的 就是包括广东三大名系在内的广东祖籍 以及第二大的福建祖籍 港人祖籍和台湾同胞祖籍相比呢 多元性是远远不及台湾人的 因为台湾外省人的籍贯可以覆盖大江南北 而香港大部分都是广东 小部分是福建 江浙湖 还有北方 但是香港大部分的家庭 其实都是二战以后才迁入香港的 甚至很多人是70年代逃港朝抵港 很多的父辈祖辈就是内地过去的 向上溯源 比较简单 可以夸张的说 每一个港人都有一个对应的内地的家乡 很多像马国明、李世华这样土生土壮的香港人 往前说有一个内地的祖籍 往后说有一个海外的桥居地 其实就像香港长期扮演的角色一样 是一个连接祖国大陆和海外世界的枢纽窗口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居中的一些其他演员 比如说双面间谍 徐晓卫 扮演者是何怡婷 祖籍 广东攀愚 刘燕 演员是王敏义 出生在惠州 一岁的时候到达香港 Manzi的前男友 修车工 谭俊燕试演 他其实是老牌男星迪龙的儿子 迪龙是广东新会人 而他母亲的陶明明是上海人 张家延的男朋友是前港男冠军高君贤 他也是潮汕系香港人 还有前几节就下线的陈小华 祖籍广东四会 By the way 陈小华是港姐历史上 第二位祖籍四会的港姐 上一位还是1992年的卢淑仪 李克勤的太太 慈善机构叶会长 陈敏之饰演 陈敏之祖籍广东中山 文家军里面 Manzi的小情人兼助理 演员何广佩 祖籍东莞 吴叶坤 饰演摄像师的那位 广东佛山南海 还有前几节里面出现的思绝大叔 李国琳 祖籍福州 演他女儿的陈真怡 一个新人 2020年的港姐亚军 她的父亲是印尼华侨 且她的姓是很有意思 这个姓在印尼就是对应华人的城 阿舍上一次在内地出圈 是演了延禧攻略 高海宁上一次 如果没有记错时 可传了三十而已 出圈的这次 轮到TPP本身了 其实真的是很久很久 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现象级的在讨论一部港剧了 包括电视剧 综艺 还有选秀 很多人能够注意到这几年 TPP明显有一个北上的动作 TPP在很多珠三角 以及全国观众的心目中 是香港的一张名片 但其实追根溯源 TPP包括其前身少士 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内地起源背景 在最初的那个年代 香港文化 港人认同 刚刚构建了伊始 对于香港这片土地而言 它也是一名新来者 也是一个引号移民 就是那个年代 从珠三角为主的大江南北 奔赴尸山脚下的 港人的祖辈们一样 如今 在90年代之前 以及敌港的港人家庭 大多不会以籍贯来划分群体 因为早就融合成了香港人 现在人对港人组籍结构 有兴趣的呢 要么是一些同乡会组织 要么是一些历史爱好者 此外 鲜少人会去关心 甚至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 就在今天写稿的时候 我刷到了一个视频 说是汪明泉等人 发起了一个 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 活动 主题就叫 港人祖籍 第一站去了广州 当时看到这个视频标题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恍惚了 因为我以前有个系列 就很喜欢拿这两个词来起标题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 港台祖籍图件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收看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对你有所小小启发的话 不如给我一个点赞 以及三连 港台祖籍图件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